13号 欧盟28个成员国的外长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 召开了阅读例行会议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问题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在会后表示 欧盟将继续全面支持伊核协议 希望相关方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争端 进一步升级 莫盖里尼在与英法德三国外长 以及临时到访的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会谈后表示 欧盟将继续全面支持伊核协议 希望各方能够避免争端进一步升级 在美国联系统方面 在美国联系统方面 我们有全力的努力 我们都可以做到 如我所说 我们都可以做到 莫盖里尼强调 目前为止 国际原子能机构 确认伊朗一直在遵守协议 欧盟28国外长也重申 国际原子能机构 仍然是唯一有权 核实伊朗是否履行其承诺的机构 莫盖里尼还呼吁美国 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 避免与伊朗的争端 在军事层面进一步升级 当天与会的英法德等国外长 也都表达了 对于目前海湾地区 紧张局势的担忧 其中英国外交大臣亨特警告称 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 紧张局势加剧 海湾地区可能有意外 爆发冲突的风险 美国国防部 本月10号发表声明称 除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 和B-52战略轰炸机外 美军还将向中东地区 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 和爱国者反导系统 以应对所谓的伊朗威胁